當然有幾個比較關鍵的地方 一樣就是說我們把這個網頁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接下來一樣用我剛剛講的那個方法 那你們可以找一下 它其實有好幾個日期的開獎號碼 那你會發現 我們要的資料應該是在第3 第幾個區塊 第3第4個區塊在這裡 所以我們找到之後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檢查之後的話 我們要的資料號碼在哪裡 我們要先知道 不過在找到這個資料之前 你要先找到它這個區塊 到底在哪一個table或者是DIV 那你會發現 其實現在網頁裡面大部分不就是table表格 要不然就是DIV 那表格table的部分的話 似乎那個設計的方式比較老舊 好像我發現現在新的都用DIV 那DIV有點像是一個板塊 這個板塊裡面的話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DIV有沒有 所以我們要爬的話 標籤是DIV 小雲符號碼 然後後面的class的話 是containbox02 那我剛剛講過 class部分的話 我們要先知道說它到底是一個 一個的話我們要find 如果它有多個 那記得我們要find all 而且要知道find all它是在第幾個 這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 把這個點兩下 Ctrl C 然後Ctrl F 然後再來就可以看到 那你會發現它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四個 OK 所以如果你用find的話 你只會找到第一個 那一定不會找到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用find all 然後find all的話 它在第幾個位置 我們可以按上下 往上的話 它就挑了 這個區塊是我們要的 好像就是 不過你在往上 好像第三跟第四都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你抓第三或抓第四 其實都可以 那第三的話 也就是說它的index 總共是四個 那如果你是算順序的話 那0,1,2 所以它編號index應該是2 如果4就是3 意思是一推 所以理論上用index是2或3都可以 好 那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我們再 接下來的話 還有哪一些要注意的 第一個 我們最外層抓到了 那再往裡面抓 我們要號碼在哪裡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它也是DIV 所以先把這個抓回來之後 再去抓裡面所有的什麼 這個東西 叫做box TX TX 然後這個ball Yellow 一個 3個 4個 5個 6個 7個 8 9 10 應該是10個吧 所以最後的話 特別號的話在什麼 ballray 有沒有 所以這個 等於是另外抓 所以它 也就是我現在已經知道號碼 總共 跟進行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6個加6 12個號嘛 然後再加一個特別號 那它要的結果是怎麼樣 它要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它要是 先大熱頭開槍 然後這些 減號 換行 然後再開展順序 這邊要空格 冒號空格 然後這邊有四個空格 這邊四個空格 也就是說 每個資料跟每個資料 中間加上四個空格 大概是這樣的 然後先輸出什麼 前六個吧 然後大小順序的話呢 那再輸出 後面的六個號碼 然後最後再把特別號放在這裡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呢 我們先怎麼做 第一個先把 把那個 應該是 12加1啦 12加1個號碼 就是上面這邊有 12個號碼 再加一個特別號 把這些號碼 先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再加上標題 再加上格式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它要不要存成csb 好像沒有吧 就輸出而已啦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 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要先怎麼抓 那抓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第一步的話 一樣是什麼 需要beautiful shift 跟request 然後把那個網址有沒有 貼到get裡面去 然後把它爬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四行好像都固定的 所以我把這個 直接C 然後直接開一個新的module 把它直接貼過來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爬的話 差別只是說 把這個網址貼過來 這個網址的話 就按照題目要的網址 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把sp print出來 就是它的原始碼 那我要針對 全部的原始碼裡面 去找什麼 找我們要的特徵 所以這邊的話 多了sp1 等於什麼呢 用sp去找 所以找的話呢 那我前面講過 如果是只有一個的話 是find 可是剛剛看到有四個 所以你就要加個底線all 然後找什麼呢 兩個東西有沒有 所以有點像填空題 第一個的話是div 所以自己打 div 後面的話這個叫什麼 如果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你用複製貼的好了 那你就找到它這邊有關鍵的 這個叫什麼 叫 contents box 120 所以點兩下 Ctrl C 然後把它直接貼過來 好 這樣的話呢 你就找到了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不過呢 還有四個 那我要的東西呢 理論上是什麼 我就print一下 我的應該是要在第三個 所以我就把 找到這個sp1 sp1應該是一個串頁 所以我要第幾個 我要它裡面的第三個 那就中瓜虎二就可以 裡面的文字.test 所以喔 理論上 print出來應該就是什麼 抓到那些東西 也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邊的東西 把這邊的裡面的文字 這個content box裡面有沒有 所看到的文字部分 就是這一些 通通都幫我抓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幫我們全部抓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第一步就成功了 知情 看一下有 有沒有 全部都抓回來了 當然呢 如果你不加什麼 點test的話 它其實看到應該就是 裡面有標籤的狀態 就長這樣子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從哪邊呢 從這邊有沒有 它就DIV 有沒有 這個class是content box 然後一直結束到DIV 有沒有一個頭 尾巴的話就是斜線 DIV 欸 所以已經縮小範圍第一個 有沒有 那剛好是不是號碼 是不是我們要的 44沒錯 然後25 然後再來18 一直累推 欸 OK 如果說我要再抓第二次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個東西了 那它的資料的話 要往下抓裡面所有的號碼 就是 這個 這個class 所以其實後面的部分 就是什麼 再利用這個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複字貼 Ctrl-C 貼過來 然後呢 這邊改成SP2好了 我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然後 這個就可以把它 註解掉 那找什麼東西呢 一樣找DIV 找什麼DIV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從這邊也可以複製 你不一定要切過去 從這邊可以 叫class 等於前後雙銀號 就是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貼哪裡呢 貼這裡 所以有點像是 我第一層 先抓全部 再抓這個區塊 再抓這個區塊裡面的這些號碼 然後呢 我要把 如果我第一個號 我可以先print一下 printer第一個號碼 是不是44 所以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print一下 print什麼SP2 裡面的 第0個好了 第0個我執行一下 看到了嗎 是不是 是 怎麼4號 第0個 抓到的 那如果抓1號呢 抓第二個 06 那不對 應該是這邊 要是1才對 如果你這邊沒有加 針對1去找的話 你會找到 這個SP 那SP的話 變成 它會得到是 最前面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剛剛露了一個1 就是針對這個1 裡面再去找 OK 所以它露掉這個 難怪我會找不到 所以我們理論上 index0 應該是44才對 應該是44才對 找到的所有東西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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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再補 整個4 後面好像44 後面要4個空白的話 那它本身就有一個空白 所以其實再補3個空白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那就是在 裡面的資料 現在就點text好了 比如說 應該就是 這個輸出應該就是44 4之後沒有一個空白 那如果是 第二個號碼的話 應該是25 所以25又出來了 沒錯 在理論上 我只要再跑一個回圈 所以一樣 其實寫的方法 跟剛剛一模一樣 for i in range 全部要取出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什麼 0 豆點 L1 然後把什麼呢 所有的SP2 裡面的所有的數字呢 通通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什麼 這邊再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理論上的話 它就會輸出所有的號碼 有沒有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要的應該是 前面的6個號碼 先把它寫到哪裡呢 寫到 這題目要求的是 寫到這裡 開講順序冒號 先寫這6個 再大小順序呢 再寫這個 所以喔 變成說它要分兩次輸出 那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特別號 那特別號也蠻簡單的 就是fine 其實這個特別號就不用fine all 因為只會一個 就fine就可以了 把它找到放在這裡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特別注意 如果先可以取得 那第二步想想看 什麼方式來把它做一個拼錯 我會是最簡單的 方法很多喔 我想到的 你可以用format 然後分別把資料丟進去 這樣也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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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